那麼這個的話呢 三個都打開了之後 我們從這邊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的照片有經過 比如說你有在經過處理對不對 一定要存檔之後 存檔之後他才有辦法 就是做 你從這邊 檔案裡面有一個叫自動 有沒有叫Photomerge Photomerge就是這個 好他就問你 你要拿幾張 當然我們因為我們已經先打開了 所以這裡面就會列出來 那萬一你有一張不要 你就點到他按移除就好了 那也可以說 那我就乾脆某一個資料夾裡面的 好 OK確定 他就進去囉 正常來講 如果你拍得好 他會自動幫你接起來 那如果萬一你拍不好 像我昨天那個拍不好 他就告訴你 很抱歉 請自己手動 他沒有辦法幫你接 如果說你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說他會沒辦法幫你接的 他會把沒有辦法接的 放在上面這裡 那你就是自己要再把它拉到下面來 看你要接到第幾張這樣子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看一下喔 預設是這個移動工具 所以你可以拉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你可以拉看看 那到底哪一張是哪一個 好 這邊是左邊 這裡 他其實你在做的時候 他會稍微幫你自動對齁 有沒有 欸 這裡 欸 最右邊應該是這個人吧 你有時候可能要對一下齁 那個椅子啊 有沒有 其實我們一般在做的時候 會盡量怎麼樣 假設我是拍這樣 他是一個這樣子一個 全部的影像是這麼大 我們不會剛好切三等份 因為很難 對不對 所以通常會怎麼樣 第一張拍的時候 我會拍比較大一點點 到這邊 會跟他有做重疊 這樣了解嗎 第二張我就會從這邊 拍 拍到這裡 會有一些重疊 因為你有重疊 他才好找到那個什麼 你要接的那個位置 要接的位置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最好是找哪一種 最好是找這種很清楚的 比如說 欸 這種柱子 有沒有 比如說這種柱子啦 或者是椅子啦 大的柱子 明顯的目標 那你在對就很好對 就會比較好對 不會說 奇怪 怎麼長得都很像 不知道該對到哪裡去 這樣子 你稍微試看看 那如果 影像本身 有怎麼樣 有稍微彎彎 就是彎曲 就是 傾斜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工具去 有沒有 做旋轉 你可以做旋轉 那預設的話 它本身就會怎麼樣 它會有一個 叫靠其影像 有沒有 所以你在拖曳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卡卡 然後也會自動幫你做合起來 這一張喔 可是這個 有合起來啊 就是 它拍的時候 有可能是高高 有一點點高高低低的 有一點高高低低的 那如果沒有問題 就按確定就OK了 如果你想要浴室就在這邊吧 點了一個進階混合浴室 這就結果 其實還不是一樣 跟剛剛那個是一樣的 好 如果你確定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 一張新的 這樣有看到的 這樣就變成一張新的 好 來畫面還給你 來試看看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打開啦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過 你如果不開的話 可不可以用指定某一個資料夾的 可以對不對 所以不一定要打開 好 因為一定會有失敗的 好 從這邊 進來 那麼 這裡面的話 有沒有 它就問你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張是沒有 未命名的 就是新產生那一張 好 那這個就不用了 對不對 所以我點它 是不是就移除 好 就這幾張不用 只要留這幾張 好 確定 你原則上就是說 它都有找得到那個 接點的話 其實它大致上 是可以把你接得不錯的 就是前面要做功課 前面沒有做功課 後面就比較辛苦一點 好 就是說你拍的時候 好 那如果沒問題 當然我們待有組合出去之後 再做一個拆切 是不是OK了 好 好 那這樣確定就可以了 它就會自動產生一個新的檔案 如果說你希望它出去的時候 能夠保留每一張照片 都做一個塗層的話 那麼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打勾 有沒有 這裡 那你把它勾起來就OK了 就OK了 所以說 你大概是像這樣 欸 存檔 它出來的時候 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塗層 你有發現合起來之後變五六一四 寬度 寬度喔 光寬度就五六一四 所以其實蠻大的 蠻大的 那 你看這邊有沒有每個塗層都留著 這樣了解意思了 所以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的話 針對每一張再做調整 那當然你可以發現這邊會有一些什麼 接縫的 你可以用那個修復工具 稍微修復一下 不過說真的 這個 這樣一條一條修復 有一些地方其實不好修 真的不好修 那像這個的話 你看我上面 Sample這個 我是用那個 酷爾360接起來 我覺得它接起來反而比那個好 你有沒有發現中間那個縫沒有 欸 這它比較厲害的地方 Photoshop反而 接起來效果不是那麼好 它那個縫都會比較清楚 都會比較清楚 所以 可能你自己可以參考看看 不一定說一定 好像Photoshop有這個功能 我就一定要 我敢拿這條而已 一試 就要 就要全部都用 不一定 你還是要找到適當的 你還是要找到適當的